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緣 要花時間走去交往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放在地上 你的腳趾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接觸到 已經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過的那些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六創二的地址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 是二八八二四八四八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今集的主持Terry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有我們的嘉賓 袁大名醫生 袁醫生 你好 Terry 你好 大家好 對了 今天的醫療化信是 最近發現了傳媒有一個報道 是說一種中藥裡面 含有兩種西藥 說到幾危險幾危險 但本身這個西藥裡面 是在其他西藥裡面 都有這個成分的 那會不會加了這個中藥裡面 為什麼會變到這麼危險呢 袁醫生 你也聽到了 這個報道就這麼說 這個報道不是第一次的 時不時我們香港人都看到的 香港有很多的成藥 其實主要說 我聲稱是純中藥的 結果被發現它有西藥的成分 今次也提出有兩種西藥成分 然後他很強調 詳細說這兩種西藥是有很多副作用的 講到中藥有這些成分之後 就變得很危險 但奇怪的 這兩個西藥不是禁藥來的 據說來說 其實人們隨時可以買到同樣的西藥 只不過包裝不同 很多西藥 用西藥的包裝 就沒有人說話了 所以奇怪了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好地的中藥 一變成有兩種西藥 不是禁藥 記住 這個不是禁藥之下 會突然之間變得這麼危險呢 這個就是 大家聽起來 有時候不以為然 知道嗎 有些人說 是呀 怎麼可以有西藥成分 他不應該這樣做 西藥是很危險的 西藥很危險的 但西藥不斷在賣 都不是禁藥來的 包括這兩種成分 就算是西藥的包裝 一樣可以賣 這樣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醫療 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簡單來說 就是雙重標準 你中藥 原來西藥 怎麼讀得好 每年死在數以 數以 然後千千萬萬人 死在西藥那裏沒有問題的 但你中藥 哇 死了幾個 很大的事 立刻被禁藥 這個我和大家 都分享過很多很多次 在有一份報告 就是講美國 每年的死在西藥 等於好像有三架 增保客機 墮機 而死亡 如果一個航空公司 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 戰績 我相信 航空公司一定被人禁藥了 但是我們照樣的 照樣不斷 每天都是這樣的 所以看到 有時候 大家 就要開始 醒覺一下 就是要反省一下 其實我們的醫療 為什麼會搞得這麼糟 其實很明顯 都是因為 完全是一個西醫壟斷之下的醫療 是令到我們這些人 徹底出現很多 健康的問題 當然有很多不良的法例 導致他們成功做到這些事情 這是我們最近看到的一篇報道 其實這些事情經常發生 這次不是第一次的了 不過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醫生 這不是雙重標準嗎 很明顯 是的 醫生 我又想問一下 你本身是一個很罕 又擁有四科專業醫療資格的醫生 你有同類療法 自然療法 脊骨神經科 和表列中醫 你這麼厲害 是不是個個病人來找你 你都可以馬上幫他治療得好呢 前兩天 我和我妹妹有些朋友 就是外地來的朋友 可能他對醫療的知識不太清晰 他也想來香港來見我的 妹妹特地安排他從Belgium來的 他就聞起 聽到一輪之後 吃飯的時候他問我 他說 袁醫生啊 你是不是有很多癌症病人 百分之一百都可以治療 他問我 我當時講的真相給你聽 我告訴你 如果我能夠百分之一百 醫療癌症病人 我會沒命的 他聽了之後他就說 什麼意思 很多人都經常這樣想 如果你有些好好的方法 大把人會推揚你 大把人會湧過來 大把人會和你宣傳 但是整個醫療政治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還有一件事 雖然醫療方法很多 尤其是自然醫療的領域裡面 我們有很多種工具 對很多種大部分的疾病 其實都很容易處理得到 但是問題 你所治療的就不是這個病 你治療的病人 病人是否治療的 就是一個問題 很多人知道病 是他本人的性格 他的生活習慣 他的行為 令到他的病人治不到 大家有聽過 戰國時代有一個神醫嗎 那個名字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神醫 那個是貶溝 那是貶溝 那是那個 那是貶溝 那是那個 那是一個醫療無數 但是他始終 他曾經說過 他的經驗裡 歸納了六種 醫不好 即是沒有可救的病人 病患 病患 病人 其實呢 第一個呢 是什麼呢 病人呢 是嬌刺 不講理由的 那你暫時都看到 我們偶爾遇到這些病人 即是他跟你 我們叫做 頻率不相符 他想的事情 跟你這樣想的事情 完全都是不同的 嗯 那很多時候呢 你覺得呢 是格格不入的 他可能他也不相信你 或者他來的態度 你要考一下你 那樣 那他很多時候呢 他的要求呢 是很不切實際 或者這個病人呢 病了很多年 一又很小 就病到大的 那他就想著 你都是兩下手勢 便宜的 不要花那麼多時間 不要花那麼多錢 就要靈一聲 我醫治好他的 那這是一種是 不講道理的病人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都醫不到的 那第二種病人呢 你知道 有些病人呢 始終呢 在香港的醫療呢 除了西醫之外 納稅人幫你 給了97% 那表面好像很便宜 那但是你知道 是絕對不便宜的 是很貴的 那我最近 我亦都有一位親戚呢 都是啦 有糖尿病 那樣 出入私家醫院 搞了二千多萬 兩隻腳都割起來之後呢 那才死的 慘死的 OK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我遇到那些病人呢 是不捨得看醫生的 我們前一陣子呢 都和大家分享過一個 一個故事 就是那個 那個 收水喉師傅的故事 嗯 有間工廠 因為水喉出現故障 整間工廠停頓了 那那個 那個廠長呢 就沒有辦法了 那就趕快打電話 找一個 收水喉師傅來看看 那師傅來了 然後呢 他就去東網西網 檢查了一大輪之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 拿一個大鎚頭呢 在某一個 某一個 喉管那裏呢 就這樣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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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收一千元 那那個 那個廠長 哇 怎麼搞錯 敲兩敲就一千元 那樣 那他就說呢 其實不是的 我敲那裏呢 就只收你一百元 那知道哪裏去敲呢 那裏就收你九百元 那就是很多人呢 我都遇到很多情況 那些病人呢 很喜歡自己去 然後去東搞西搞的 那其實我們都某個程度上呢 我們都不是說不鼓勵 都希望那些人呢 就是自己學自己處理自己 那這個在很多程度都可以的 但當你遇上一些 就是慢性病 或者你處理處理都很久都不行的時候呢 那你親生正正是需要一個專家來幫你手的 那所以 那這個就是其第二種病人呢 患者呢 是輕生仲裁 那你也看到了 最近那個 那個 蕎布斯 有幾億身價 幾百億下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有沒有用呢 是不是呢 我最好笑的 我最近就去 看回網上 有一個片段 是說他 都很幾年前 就在史丹福大學 那一間畢業典禮呢 他就做一個演詞 就是講一個畢業的演詞 那其實講到他人生有三個三個重要的地方 那其中他講就是講他的那個醫療那方面 那醫療那方面 那他是一年前被發現有疑狀癌 那當時來說呢 那醫生跟他說呢 你只是最多活六個月而已 你是不行的 六個月就 那他想著 哇 那沒命的了 就想著呢 就要搞好生後事 那跟著呢 他就說不如這樣 我們怎麼樣都好 我們幫他做一個 那個 那個細胞 那個組織抹頸檢查 就是Pep smear 那個Biopsy 那他做了之後呢 那跟著呢 他就說呢 那醫生呢 就立刻流淚 很感動 他說原來呢 他很幸運呢 你那種醫療癌呢 是可以醫治的 就不是我們其他有些呢 就是死症來的 哇 大家好開心 那跟著呢 他就幫他做了手術 那這個就是他第三個故事呢 就說呢 原來他是 就是 死你逃生的那樣 那這個就是 當時的事 那大家看到了 結果 那最近呢 他都是 都是過了生的 那主要都是他用過方法的錯誤 我也很強調呢 他雖然呢 這個人是一個 在某個領域 是一個天才來的 但是呢 在醫療方面呢 其實我們最緊要 都是說呢 我們的財富 那麼多個零呢 其實最緊要是前面那個一 是不是 你有成十幾個零也好 你前面沒有個一 那些零是沒有用的 那麼 那個喬布斯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挺有錢的 富格 富格天下的 但是呢 他因為他對醫療方面 是不認識 嗯 也都有錯誤的資料 是導致他呢 就是享受不到他的人生的 那麼 他就不是說 輕生仲才 他根本就可以說呢 他真是呢 是信無不信醫 哈哈哈 這兩位是第六第六第六點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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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靠裡面都說了 他說呢 很多病人呢 只是信無不信醫 那麼 無這個字呢 其實呢 在醫學上 醫生的醫治呢 其實是無所開始的 那麼 現在很多人呢 都是信這些無師 其實這些所謂院代的醫療呢 其實是一個無無術來的 真正的醫療呢 是傳統的醫療 如果大家有尊教信仰的話呢 你都應該了解呢 如果神是一個全智慧 全愛公正的神呢 他不會在這個地球上呢 我們需要的東西 他不會說沒有供應給我們的 其實什麼都有了給我們的 只不過我們不信神 創造出來的自然界的工具 我就胡亂呢 是相信一些呢 在實驗室裡面 化驗室裡面呢 是製造一些 從來自然界 未出現過這些 這樣的化學物質呢 是信以為這種 是可以治療病呢 很多人呢 就是 就是身體呢 是衰在這裏 或者一條性命呢 是喪失在這裏的 那所以這個呢 也都叫做病家 只信無而不信醫 真正醫呢 是傳統的醫療 傳統的醫療 好了 那還有呢 他說呢 有些人是醫不到呢 他說呢 他們不聽從醫生的吩咐 避開一些惡劣的環境 飲食和生活的習慣 那我也都大家同強調 那世界幻生組織都說過的 今時今日那些人的病呢 是大多數呢 都是和我們那個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是導致的 百分之六十呢 都是這個因素來的 那我也和前幾集呢 都和大家 談談過了 就是我們那個食物那方面呢 食物敏感 是導致很多人的慢性病 出現的主要原因來的 那可以說呢 是百分之六十 我們很多人的病呢 醫來醫去醫不好呢 其實背後呢 我們有食物敏感這個問題的 那我也都同在一集呢 全集呢 我都和大家去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好一一集不知兩集的 那大家有機會呢 是聽回之前我們所講的 那就是我們的飲食習慣呢 生活習慣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今時今日呢 我們那些人的飲食習慣 是錯了哪一處呢 其實有兩個大方向我們錯了的 第一我們呢 在四零年代呢 相信呢 食物工業裏面所講的呢 就說呢 我們很多傳統的食物 是很危險的 牛油是很危險的 豬油是很危險的 我們那些所謂的那些 飽和的脂肪是很危險的 那於是我們呢 我們開始呢 就被開始採用很多些植物的油 很多一些 即是有 粟米油啊 花生油啊 棉花籽油啊 這些這樣的 那其實這些油呢 是結果呢 是導致我們的身體呢 是很多新陳代謝 是出現很嚴重的問題的 那第二樣東西呢 我食物裏面呢 是多了很多 很多穀類啊 澱粉質啊 白糖啊 這方面的精煉的食物呢 那還有食物裏面 很多附加劑呢 那這個也都 我們身體呢 導致我們身體呢 是很基本的營養 是缺乏了的 那最近我也都看回一份資料啦 那他們強調呢 其實癌症呢 現在知道了 癌症是很普遍的 差不多兩個男人 有一個會有 三個女士會有 一個有癌症的 但其實要預防癌症 是很簡單的 是兩樣東西而已 維他命D 維他命D3 和Selenium Sun 這兩樣東西 那如果大家呢 在這方面呢 是不要缺乏呢 是補充得足夠的話呢 其實這根本癌的機會 是可以大大減低 那個癌的風險的 那這個很多時候 我們的病呢 都是跟我們那個生活習慣 導致我們的身體體內 毒素不斷地增加 嗯 還有營養不良 那有些人會說 有沒有搞錯呀 今時今日香港人 大把東西吃啦 是不是 全世界的食物都運過來的 那為什麼有營養不良呢 偏偏在外國呢 都做過這方面的研究 在講美國 那做過研究呢 他們將一般人的血液抽取之後呢 就看看他有什麼 的基本維他命缺乏呢 嗯 發營竟然呢 很多人呢 對基本的維他命 是基本的抗物鹽呢 都缺乏的 那就是說呢 雖然我們這些人吃很多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 全部是沒有營養的 令到我們癡肥那些食物 那所以呢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們那個飲食習慣呢 生活習慣呢 是導致我們那個健康出現的問題的 那好了 如果那些病人呢 不肯聽話呀 不肯改呀 不肯改他的生活習慣呢 就是生活習慣是他的病因 而他不肯改這個病因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你怎麼醫都醫不到的 就算我有怎樣好的 同外療法的療劑呢 都未必可以改得到他的 那當然呢 很多時候呢 同外療法呢 那個可以改一個人的心態的 他一個人那個 就是他那個 就是我們叫做 困境 他困了在那裡 想不開 想不通呢 導致呢 他做很多重複做的事情呢 是來他的健康 是改善不到的 好了 那麼 扁溝又再說呢 他說呢 當然呢 有些時候呢 病人呢 的體內呢 是陰陽 臟氣散亂 難以調整 那這個中醫的立場呢 就是說呢 當你的身體就是內臟五臟六腑 陰氣呢 陰陽啊 全部都是破壞得很厲害了 那時候呢 就是無藥可治 那就是每個人都有去的一日啦 是不是 就是真的太過虛弱的時候呢 就是所謂叫 柔盡登眠的時候呢 那當然也會有些不好的 那最後呢 他說當一個身體太過虛弱呢 是無法服藥 那你知道啦 始終當時的中醫是沒有静脈毒株的 那當你的人差到呢 是根本吞服都不行 喝都不行 進藥都吃不到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玩完了 那在我們的自己經驗裡面呢 就是我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很多的東西 在多方面收集很多的資料 那也都有些人說呢 啊聽我就很厲害的 什麼都說得到的 那醫治的時候是不是這麼厲害呢 那其實呢 醫不醫得到呢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那方面的 是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為什麼醫不到呢 是那個病人本身呢 是完全不配合 醫生所需要的方案 那所以呢 到頭來呢 真真正正受苦呢 都是個病人而已 是不是 如果你自己執迷不悟的 繼續要做你那樣東西的 或者是輕生仲裁的 又不肯花時間的 那你便自己繼續受苦 那這些是我們的 就是在我們的醫療的經驗 我們可以這麼說呢 大部分人呢 之所有有病呢 就是因為他過去的行為 他的思想 他的思路是導致的 如果一樣他不改呢 就算他遇到神醫呢 好像扁溝的神醫呢 其實都是醫不到的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醫生呢 我們都已經看得很快的了 是不是 我們雖然我們會盡量去學習 收集 然後全世界收集很好的資料 但是最終最終呢 不是那些人會接受得到的 如果那些人這麼聰明的時候呢 根本呢 由頭到尾呢 都要了解過疫苗注射的問題 大家去深入去問真點 看真點 你不要被身體搞壞了之後呢 其實我們個人都是很容易 處理到的健康問題的 就不會搞到今時今日這麼禍的 就是可以這樣說呢 病是容易治療 但是人呢 就不是那麼容易治療的 我原來在戰國時代的神醫 裡面混合 就已經是列出了那六種病人是治不好的 是哪六種呢 那就是不講道理啦 輕生仲才啦 不肯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 和飲食習慣啦 和陰陽失調的 太過虛藥吃不到藥那些 還有只是信無不信醫的 那大家有沒有身邊 有沒有朋友是長期病患者呀 那你留意一下 他會不會有神醫所說的那六點啦 好啦 又來到我們下一個環節 今天主題 那我們過往那兩集 都會探討過疫苗注射這個問題的 那我們今天都會繼續探討過疫苗注射這個問題 那其實疫苗注射都很深入民心的 那其實本身我們都從無質疑過這個疫苗注射這個問題 但現在最近發現很多的西方國家呢 都是拒絕一些小朋友去注射 拒絕這個疫苗注射的 那為什麼要阻止這些病的發生呢 其實本身它是不是沒有好處的呢 你知道啦 打針也是啦 目的就是 哎呀 防什麼防什麼 防很多兒童的病 防水痘 防小兒麻痺症 所謂小兒麻痺症 防百日咳 麻疹這些 但是 大家都聽過了 新腦病死 人之所以有病 甚至經歷這些病 差不多是沒有什麼例外的 大家都會經歷過的 那從來有沒有人去想一想呢 這些病之所以出現呢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很好的原因呢 其實這些病是幫助我們的身體呢 那麼你看回希波格拉大廈 我們叫做公認醫學之父 公認前四半年前的一位醫學家 他曾經說 這些病其實是我們身體一種排毒的機制 我們身體是把那些不好的東西弄走 而我們的症狀 身體的症狀呢 其實我們身體的自己保護那個方法 譬如很簡單 如果你吃錯東西 那你要怎樣 第一時間你會 你會吐出來 如果你吐不切的時候 你會吐出來 如果你的呼吸系統受到刺激影響 那你會怎樣 第一件事呢 打癡 打不切的時候 就會什麼 流鼻水的 是啦 這樣 如果入得很辛苦 入到裡面 那會怎樣 會咳 其實很多時候 身體很多的病徵 其實只不過是身體企圖 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把那些不好的東西 排除體外 如果你自己受傷之後 你身體怎樣 如果扭傷手 或者扭傷腳 你身體會有什麼跡時 有什麼出現 有什麼反應 會痛 那為什麼會痛呢 因為你扭傷了 它裡面就會痛 那為什麼會痛呢 它痛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你不會痛 你會怎樣 如果你傷的地方 你不會痛 你會怎樣 你都不知道哪裏有問題 你會再弄傷它 那也會怎樣 會發炎 發炎有什麼情況 發炎那個溫度會提升 我知道身體代謝 是視乎我們的溫度 如果身體的溫度 是提升一度 我們的身體代謝 提升十度 我們身體的身體代謝 是雙倍的 我們身體受傷的時候 我們身體要加速 那個維修的機制 那怎麼樣 就用溫度提升它 就加速它 那如果你身體受到整體性的感染的時候 你會怎樣 會發燒 那為什麼發燒呢 因為我知道 在我們身體的溫度 提升到103度 我們身體的白血球 是最活躍的 它吞食外來的細菌 能力是最活躍的 那所以我看到呢 吼啊 吐啊 發炎啊 痛啊 不動得啊 腫啊 或者發燒啊 其實全部是什麼來的 身體企圖去保護自己的一個機制 那希波格拉底 在公元前 四百年前 已經講得很清楚的了 那就是說呢 我們童然的病呢 其實呢 主要的原因 譬如麻疹啊 山榨衰啊 甚至乎這些白日吉呢 其實呢 都是幫助我們身體呢 增強我們那個免疫的能力的 所以我也都不需要呢 太過刻意呢 是打針呢 去阻止它 去禁止它 去禁止它 有時候有些病人呢 家長呢 打電話給他 哎呀我兒子發高燒啊 那他通常回答呢 哎呀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那他叫病人呢 就不要緊啦 喝點滾水啦 那就給他多點休息啦 我終日用焗的皮 焗到他出汗啦 那千萬不要吃甜的東西啦 不要吃牛乳類的食物 以及不要吃一些小物啦 那就是通常呢 身體呢 是發燒呢 是醫治自己的手法來的嘛 那我們很多年前呢 我二十多年前呢 我都錄了一系列的錄音 那個音帶啦 那其中一個叫做 發燒是有是敵 那這個資料呢 大家有興趣呢 我們都可以 在我們的健康店 都買得到 我就跟大家分析過呢 其實發燒整個機制呢 其實我們身體是需要發燒去治病的 如果我們的身體 或者動物不懂發燒呢 有什麼病呢 就死掉了 一定死亡的 那就是說呢 這些這樣的童然的病呢 其實它的主要目的呢 是幫助我們樹立真正的免疫能力的 所以我們是完全是 不需要用一些所謂的疫苗的方法呢 是隔壓去打壓去的 那如果一個小物仔呢 沒有打針的小物仔呢 通常呢 它會在初初的疫苗裡面呢 經營一些所謂的傷風啦 或者中燕炎啦 或者小小的上呼吸系統的問題啦 那過了之後呢 它們是很容易就是 就是康復的 就算你炸疏也好啦 白日吉也好啦 那個水痘啦 其實是很容易處理的 根本是一個很簡單 就是一個很溫和的病 其實不需要那麼害怕的 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呢 就聽到一些西醫這樣說啦 哎呀如果你處理得不好啊 會不會有很多後遺症呢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呢 你當出現這個症狀呢 你用一些抑制的方法 去企圖去阻止它呢 那身體呢 就出現嚴重的後遺症 如果不是呢 你根本是不需要去強硬去弄它 譬如像發燒那樣 我知道啦 如果發燒用那些阿士不靈退消藥呢 會很危險出現一種叫做 Berry 叫做Ryne syndrome Ryne syndrome 是一半死亡的 就算不死呢 都傷残得很厲害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是遇到這些這樣的病呢 其實不需要打壓它的 譬如在外國有這方面的資料 我發現呢 如果小小是出過水痘 或者是出過麻疹呢 它將來出過濕疹的機會 是少很多很多的 即是你身體已經將所謂的毒素 已經排解了 亦懂得樹立一個真正的免疫能力之下 那你身體呢 根本就不會有這麼多這樣的 皮膚病啊 濕疹啊 這些這樣的問題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真真正正的了解 或者聽從我們大家公認 醫學之父西方 西方西方的醫學之父所說呢 其實呢 我們的身體之所以病 所謂的急性病呢 主要的原因呢 我們身體呢 是利用這些病呢 是幫我們身體呢 將毒素排除的 那中醫來說呢 都看了這些 西方西的兒童病呢 叫做排胎毒 就是身體呢 是必定要經過這些 這樣的情況呢 我才可以可以保護得到的 那好了 我們再探討一下 那這些病呢 其實呢 是可不可以呢 可以預防癌症呢 其實也有很多研究發現 如果沙文仔呢 曾經在小時候經歷很多這些 傳染性的發燒病呢 到他長大的時候呢 他們的癌症呢 其實都會少些的 那你知道啦 我曾經都跟我 重複講過很多次啦 癌症現在差不多是 差不多成為 除了西醫之外呢 是第一大殺手的 每兩個男士有一個 會有癌症 每三個女士 也都會有一個癌症的 那所以呢 但是 如果我們沙文仔呢 是有機會 就是經歷過這些 這樣的童年病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幫助他 將來呢 是減低癌症的風險 那這個在癌症這方面 那還有一個 一個研究呢 他說呢 如果那些人呢 是經常啊 就是平時啊 經常呢 有些小毛病 大家都經常聽過的 他平時很容易傷風啊 感冒啊 但是呢 他總是呢 可能他其中一個伴侶 或者是老婆啊 老公啊 沒有什麼病的 沒有什麼小病的 結果一病呢 就變成大病 癌症啊 心臟病啊 那原來真的呢 發現呢 如果你平時有少少少傷風啊 偶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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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傷風感冒呢 那你那個乳癌 結腸癌 肛門癌 胃癌 和那個卵巢癌呢 都會減低的 那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這樣的平時呢 我們的身體呢 利用這些傷風感冒呢 是將我們身體的毒素呢 已經幫你清除了去嘛 那就不會呢 是不斷地聚聚聚起來 導致呢 出現這方面的那個癌症 那這個的研究其實都都都幾多的 那麼 那 十文仔的很多的 因為童年病的出現呢 是導致其中另外一個 這個一個很實在的研究來的 那這個研究發現呢 他說呢 如果一個十文仔 如果那些人呢 是 經常有這些傷風感冒呢 他那個腦癌呢 這個腦癌呢 都減了百分之三十的 這個腦癌本身都會減了百分之三十的 那另外一個德國的研究呢 是研究了二千二百五十個小朋友 那個那個那個病歷 一直跟隨他 由小孩子呢 到他 小孩子那個那個時間呢 他們發現呢 如果這些十文仔呢 是一個大的家庭成長 或者這個小孩子呢 是一歲之前呢 去那些所謂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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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孩子那些 那些 幼兒園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那發現呢 這些十文仔呢 他大過 那個 鼻敏感 或者花粉熱 烤喘 和濕疹 是少一些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小時候呢 是有很大機會呢 是接觸過這方面的 的感染 那你早些感染得到呢 這些這樣的 雙風感染 大家經常都聽到 一上學 那些小孩子又說 又說雙風 又說感冒 一去幼兒園 他都說這樣 那其實 其實不是不好事的 你早些呢 經歷過這些病 其實最後最後呢 都是會幫助你更加好的 好了 那我們 我們發現呢 其實呢 打針呢 其實往往呢 是將這些那個病毒呢 是深入我們的身體的器官 你知道呢 一般我們的免疫能系統呢 就是有我們的呼吸系統 有鼻歌 有鼻歌的黏液 有鼻歌的鼻毛 還有很多淋巴球 那就算我們的食道裡面呢 我們裡面有什麼呢 有很強的胃酸 有很多防禦站在這裡 但是打針不是的 打針是直接把我們上次說的 有很多那些很髒的病毒啊 病菌啊 化學物質呢 是直至呢 是穿過 避過了身體的防禦 就是呼吸系統的防禦 和消化系統的防禦 直至打到我們的器官那裡 那就是可以這樣說呢 我們的身體呢 尤其是小朋友呢 那個免疫能力呢 是未曾 即是未曾成成長 未曾完整之下呢 我們突然之間呢 是直接把這些 這些外來的基因的物質啊 病毒啊 細菌呢 直接打到我們的血液裡面呢 我身體根本無所蹊從 所以為什麼現在 很多這些所謂的自身免疫的病呢 就是這些這樣的因素 是干擾我們的免疫能力呢 是導致出現很多的免疫的失調 這些這樣的病 那麼 疫苗注射呢 是直至呢 是將這些表面的症狀 甚至那些童年病呢 是變成將來那些 嚴重的那些慢性病 包括自身免疫問題啊 心痕的那些 那些所謂的 那些糖尿病啊 那個癌症呢 其實那些真正原因呢 都是這樣導致出來的 是否聽到很精彩呢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會兒 待會回來繼續自然療法語力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繼續回來下一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上一節其實我們也是探討 今日主題疫苗注射 我們這一集也會繼續探討疫苗注射的問題 我想問一問醫生 其實注射這個疫苗注射 是不是會引發起癌症 在這方面我們也有很多研究 小胰麻痺症的疫苗本身 上次跟他提及 在1950年代 我們已經發現 小胰麻痺症的疫苗 已經受了一種猴子病毒 叫SV40的污染 這種病毒已經知道是一種致癌的物質 當時一般人都不知道 也沒有告訴別人 但這種受了污染的疫苗 一直被採用 到1961年的時候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美國小胰麻症 已經接受了這種 受了污染的疫苗 我們說數字大了一億的小朋友 一億的小朋友 已經接受了這件事 在各個有62個研究 在世界各地30間實驗室 已經發現 我們小胰麻痺症 會引發我們一種腦癌 Apendib Myoma 也會引發Bone Cancer Oxiosarcoma 也會引發Bone Cancer 和血癌 這不是很小的研究 在世界各地30个实验室里面做了62个研究报导 发现其实这些癌症都是跟Polio疫苗的小严麻痹症的疫苗 在过去30年里面 这种肺癌、淋巴癌、腊癌和脑癌 在过去30年大大增加了 这个资料是美国一间癌症机构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在2002年4月10日刊登出来 这些资料在网上都可以看到 其实到底疫苗能否治癌 从来没有去测试过 从来没有去看看会不会引发癌症 会不会出现基因的疑变 会不会导致生命的成长出现 会不会导致生命的成长出现 会不会对生命的生殖系统有影响 其实从来没有 反而我们的洗头水和化妆品 要测试一下 到底这些物质会不会有致癌的能力 而偏偏我们的疫苗是完全没有做的 完全没有去测试 没有去研究过 到底有没有这些问题 这简直是很离谱的 我知道了 现在癌症是不断的 原来戏剧性地增加 尤其是小孩子 小孩子现在的癌症 即死亡原因 癌症是第二大的死亡原因 是仅次于意外 小孩子的癌症 差不多是自从1974年以来 每年是增加了1% 尤其是血癌和脑癌 大家过去都听过 传媒也有时都报道 香港所认识的所谓名人的家人 小孩子都有这些血癌出现了 其实这些是跟传媒和打针有关的 在Science Magazine 这个很出名很权威的杂志 在1999年曾经说过 在1973年和1994年之间 小孩子的脑癌 是增加了35% 亦都发现 如果患有那些 就是恶性的子宫癌的人 他通常是 他小时候是 生炸蚀是少过没有患的 就是说生炸蚀 生炸蚀都会帮助我们 减低将来的子宫卵巢癌 还有呢 如果我们这些成年人 有一种脑癌叫Glioma 是这种脑癌 通常成年患者里面 发现他们小时候 出水痘是少了 有些人就说 我小时候连水痘都没有出过 其实不是好事 绝对不是好事 那就是说 你这个可能是 因为你没有出过水痘 你将来你脑癌的机会 都会增加了 OK 那么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癌症和疫苗的关系 其实老早已经可以 可以看得出来的了 因为我们癌症 在过去这一百年 才是大大的增加的 那它开始 在我们没有第一个天花疫苗之前 癌症可以说 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那直至到我们开始 打这些所谓smallpox 就是天花疫苗之后 癌症才开始的 在没有天花之前 可以说听都没有听过 很多医生 从来都没有听过 有癌症这种病 那直至我们第一个疫苗 就是打天花疫苗之后 才开始的 所以有些医生 包括一位Dr. Herbert Snow 在伦敦的癌症医院 一位外科手术的医生 那他说 他认为 他说 百分之八十的这些 这样的癌症的死亡 都是因为我们打针 他是指 那个天花针 是smallpox vaccination 是引发到的 OK 那么 很多其他的 另外一位医生 Dr. Dennis Turnbull 他是三十年的 是癌症研究的科学家 他说 他说 在我绝无疑问 导致癌症的最主要原因 都是我们这些打针 再打针 不断地打针 嗯 听完医生 刚才那样说 原来疫苗注射 都是导致到 我们癌症病发的一种原因 那我又想知道 其实 他背后的机制是怎样的呢 有些人问 哇 这么多癌症 主要原因 但是他怎样呢 即他创伤是怎样 即他怎样 怎样伤害 我们的小朋友 怎样伤害我们呢 其实有一个 有一种症候群 叫做 Post-Ensephalactic syndrome 即是可以说 后脑炎症候群 之后 很多这些病症 是跟我们脑袋 经历过 轻微的发炎之后 是出现的 原来很多小朋友 在打针之后 都会出现这种症状 当然 有些小朋友 你看到他 他就会发烧 但是很多时候 那些小朋友 是不发烧的 亦都看到 有一种发烧之后 他有一种高频率的尖叫的声音 这是一种点型的 脑炎 引发的叫声 我们叫做 Ensephalactic syndrome 是 如果你发现这个小朋友 打针之后 是发烧 而发烧 是出现这种 高尖叫的那种 哭声 其实这个 就证实这个小朋友 已经脑部 已经受了伤 但是 其实很多小朋友 可能有 小小的发烧 是吧 轻微的脑炎出现了之后 其实你不觉得 有什么的特别 在这本 《Shark in the Dark》 这本书的作者 他们发现 差不多一半 打针 打坏 打坏 的病人里面 是当时 没有即时出现过 这些症状 也就是说 很多这样的症状 是慢慢地出现的 它不是即时很明显 是看得到的 那好了 那 什么症状 是跟后脑炎的症候群有关呢 那 那 比如 敏感 还有自身免疫的 不尋常的反应 比如 食物敏感 现在很多人 对小蜜 和牛奶 敏感 关节炎 红斑狼瘡 大家都知道 CLEC 是一种肠胃的小肠发炎 大肠发炎 那种病 以及一种恶性的贫血 好了 那 亦都发现 很多时候 现在的人 所谓叫做厌食症 和狂食症 或者 是 脑炎之后的肥胖 或者是那些痴肥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很聪明 专门帮人做手术 将胃 收缩了他的 或者整整小的胃 有些人根本是无法的 控制不了的 很明显 他的脑有问题 是吧 他为什么会这样吃 吃吃吃吃 直到500磅 800磅 那这个 其实都是和打针 我们叫做 Pro Encephaletic and Obesity 有关的 因为脑炎了之后 是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 小蜜仔过度会 哇 现在多到死了 是吧 关注能力的问题 大把 大把 小蜜仔不断地说话 不断地动 是吧 其实很多 还有一种症状 就是hypoactivity 是活动能力低的 两边都看到的 有些活动能力高 有些小蜜仔 完全什么都不想 动的 懒洋洋的 那我们都 大家有时候 可能看到 家里小蜜仔 不知道为什么呢 总之眼是 什么都没有兴趣 什么都不想做的 那这叫做hypoactivity 那当然呢 比较多就是hyper 就是那个 那个 个度活跃的 关注问题 的出现问题 那还有一些呢 是我们 那个 脑神经线的 受害 那会 包括影响我们的眼 我们的耳朵 和视力的问题 或者我们的眼球 小蜜仔 小时候 眼球是不灵活的 或者邪视 或者到时 总之是 你看到呢 那个眼球的管身问题 听觉的问题 和有些小蜜仔 是对那些 有些这样的 音响的频道 是听不到的 中演员 和那个 那个发音 和那个 语言 那个出现的障碍 和那个 味觉 和臭 都可能出现在 一些 这样的 小朋友 那 那 那 这些都是因为 我们的神经线 绝缘 那个 膜 是出现问题的 现在我们也看到 那个同性戀 是多了很多的 我看过 有个估计 好像说 17%的人 是有同性戀的 这个其实 以前不多 在历史上 虽然有记载 例如Alexander the Great 很多有名的名人 都有这种 性取向 同性戀的倾向 但是我发现 这个和我们 打了针之后 脑炎的症候群有关 所以 同性戀 伤性 或者是 性行为 过度的 性行为 这个都是其中一个 我叫做 Post-Ensephaletic Syndrome 好了 那 宋文仔 学习方面 有些人学习 慈顿 学行慈顿 讲话慈顿 成长慈顿 或者 耐尿 很长期 很大 还要耐尿 有些是情绪 和智商方面 都有些少少 轻名 我叫做 Minimal Brain Damage 口吃 Dyslexic 学习看东西方面 学习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些 就是 神经系统 身体上的神经系统 因为神经事物的协调能力很差 有些审文仔 你一看到 有一次我被邀请去参观 香港的儿童爬行比赛 我们记得很久以前也有的 也有些公司 继续赞助这些儿童爬行比赛 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 当时我被邀请他们去看 我都很久没去过 你看到 今时今日的审文仔 是不懂得爬的 吓死你 他们是不懂得爬的 如果你发现 审文仔小时候 是未爬过 其实是代表 他的身体 脑方面 神经成长 是出现问题的 我见到很多审文仔 简直很大个人都不懂得爬 这是一个正象 我们的脅调能力 我们的神经脅调能力 是已经受了疫苗注射破坏了 好了 还有些是智力迟钝 有些轻微 甚至有些很严重 发羊钓 审文仔发羊钓 由BB仔发羊钓 Cerebral palsy 脑神经麻痹 以及癱瘫 呼吸系统方面 酵喘 以及Sid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即是婴儿突然死亡的症状 其实是我们的神经线 叫Vegas nerve 我们的智力神经线 是出现问题的 突然之下我们停止呼吸 这都是跟我们的脑袋 和后脑炎的症状有关的 也有些情况 我们的自我形象很弱 我们叫做Ego Weakness 还有很多时候 是避开人的 避开社群 在家里躲起来 不找出来 或者过分的自我感觉 膀胀 都是跟打针出现的 所谓叫做后脑炎的症候群 还有一个症状叫Tourette Syndrome Tourette Syndrome 大家看过 人们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说粗口 或者做一些古怪的动作 其中也是跟打针打坏脑有关的 Facial Tick 就是整个小动作 眼眉调 口腔 面部有不停的古怪的动作出现 而且脾气是控制不到的 有一种叫做烦恼 就是强迫性 就是很冲动性的烦恼 都是其中一个症状 也有些是很暴力的行为 或者砍头埋牆 有些小孩发生起来的时候 他就砍砍地下的 砍牆 还有一种不说话的小孩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个病人的小孩 他的症状是不说话 叫做Self Mutesm 他不是他不懂得说话 但他不会跟你说话 你每次问他什么 他就跟他妈说 他跟他妈说几声 然后他妈来回答他 他就不会直接跟你说 他不是他不懂得说话 这种症状全部是跟我们的症状 就是我们叫做Post Encephaletic Syndrome 有关的 其实这些病以前是很少的 直到我们开始强迫性打这些症状的时候 所有我曾经所说的病 是先真正多起来的 在1969年到1975年之间 我们那个呼吸系统的问题是增加了47% 哮喘增加了65% 我们那个精神的毛病增加了80% 行为的问题增加了300% 眼耳的问题增加了120% 听觉失聪增加了129% 那么你说这些病 为什么可以一定是跟打针有关呢 因为有很多其他的病 我们知道是跟打针无关的病 譬如我们那个意外的受伤 或者肠胃的不适 或者血液循环的问题 有些是寄生虫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 这些病是反而停留了和减少了 所以你看到不是所有的病 就是我们所说的 新闻仔的病 看到的病是增加了的 只是有些病 跟我们那个脑神经 就是脑袋发炎之后 就是整坏脑 这些一般的发烧 其实是不会正常的 不会烧坏脑的 真真正正的 这些打针搞出来的脑炎 就真的可以这样说 是搞坏我们的脑袋的 那么在我们的学习能力方面 现在几多学习的障碌的小朋友出现了 那么这个你看看的时间方面 都是我们打针 强迫性打针 开始几年之后 才快速出现的 2003年 池代杂志 有一个封面的故事 在2003年7月23日 那么他那个封面的主题 就说 如何克服学习障碍 Dyslexia 这方面的问题 他说 他前面这么说 他说 五个审婚仔有一个 是神经线 没有拨打给他读书的 就是神经线是拨错了的 是令到他读不到书的 这个简直是难以相信的 是不是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 我们突然之间 有新一代的审婚仔 很多那些线是拨错了的 是吧 那这个是否不幸 是否说这些线 是因为我们某种原因 是受了破坏呢 那这个是否因为我们 这些这样的脑炎 和我们那个神经 绝缘那些物质 是因为受了打针 是破坏了呢 那当然 在很多 就是研究这方面的 那些科学家 在那个时代集团 都没有提及 和打针有关系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这个问题 他只是觉得 现在这个审婚仔 很多审婚仔 五个有一个 是读书是很难读的 那么我也都在我们的病人里面 也都见过很多 在做教书的老师 他都发现了 现在教书是很难教的 就是不单止 审婚仔不听话 有很多行为的问题 有很多暴力的问题 是令到现在的老师 跟我们 就是他们说 跟我们二三十年前 起码我们做小孩 那段时间 在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审婚仔是很不同的 那么他们都体会得到 就是现在教育界 是出现很多很多 这些脑袋 打针是打坏了的 好了 那有些人说 那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是 那永远都是 就是所有的病 都是有一种 叫做中型的曲线 或者我们叫做抛蜜线 就是在我们的 我们的数据那方面 都是永远看到这个现象的 不是所有的病 都是个个人都有问题的 有些是严重受害 但大部分人 都是好像表面是没有什么事的 但是也有些人是轻度受损的 很多时候我遇到这些家长 他们都继续 虽然我们给了很多资料 他们通常都不会去看的 就是去打针之后 其实我们很多资料 本应应该很精乖伶俐 真真正正没有打针的资料 如果大家有机会 又认识到那些没有打针的资料 你看到 他有一种精灵的表现 是打针资料看不到的 但资料资料在某程度上 每个人在某程度上 已经受损了 他可能变得很乖 因为他那种精灵的感觉 是完全没有了 所以大家真的在打针这方面 真的要好好地去探讨一下 不要轻速做这个 这么伤身体 大众祸根的医疗的步骤 好了 听完袁医生这样说 我们是否真的认真需要去考虑 接不接受这个疫苗注射呢 好 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 下次同样时间继续自然疗发与你 好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发 同类疗发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读数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 H EALING.COM.HK